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师法课堂 我们这一期视频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字啊 凡,讲一个很难的字啊,凡,凡华的凡 这个字呢,它笔画也比较稠密,结构也不好写 其实有的字啊,你别跟它笔画多,但它结构还挺好安排,挺好写的 但这个凡字啊,它不光笔画多,它整个的这个字,这个字它确实不好写 结构上也不是很好安排 其实跟它这个整个的字形有关系,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凡字啊 这个凡,你看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你看字形啊 上面宽,对不对,这个米,上面是个米,对不对 那你看它下面,窄的 它是个上宽下窄的字啊 所以一不留神这个字,它可能就重心,你就给它写不稳了,你知道吧 不像我们写那种,就是上面,因为这个上下节不稳 我们一写这种,就是说上窄,下宽啊 哎,这种字我们比较好控制,比较容易写稳 因为这个字啊,它也是越往下越宽,它越显得稳,越显得稳固,是不是啊 那你看在这个字里面,它上面部分是个米,写的本来它就宽 下面呢,它又这样窄,而且呢,这整个字里面,它也没有一个长横呀 像写那这样,哎,可以起稳固作用,起平衡,稳固作用呢 这样的笔画,所以呢,你看,这个字我们就要更小心的去处理啊 把它上面,上下都给它平衡好,尤其是上脉部分 这个米,一定要写端正,给它平衡好了 不然这个字,你一不小心就肯定能重心不稳了 所以导致很多人这个凡字写出来啊 你看着不舒服,不端正,就是这个原因啊 哎,那你看,这个米,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米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给它写正了 千万不要取斜式啊 这个米一取斜式,斜式,你要知道它下面没有一个笔画 可以说把它给平衡过来的 它不像我们写那种,哎,像草字头,雨字头 就说那种上下结构,上面下面有写那,有长横,对吧 哎,可以给它平衡一下的 哎,没有,下面没有这样一个笔画可以给它拉回来 比如说你上面这个米取斜式往上斜了 你这样往上斜上去了 那好,下面你看,它是正的 那这个字你看,它整个都不协调了,对不对 哎,它不像那种,就说我们比如说那个举个例子 像那个露水的露吧,对吧 哎,雨露的露,露水的露 上面雨字头,你看,我们一般可以去斜式 就是说扛肩往上清醒一下那雨字头 下面有那个露,有个露,哎,可以给它拉回来往下 给它可以把整个字的事态给它拽回来,是不是啊 重点给它拽回来 但是这个没有啊,你看它下面没有一个往下,对吧 哎,没有一个平衡的,没有这样一个平衡的这个笔画 所以我们这个蜜,就要求我们这个蜜一定要写稳 一定要写稳啊,对吧 啊,你看这个蜜上半部分 横往左延伸,那往右延伸 大家要注意了啊 这个蜜字你看,它这个左右结构 它本来这个蜜 左半边是不是非常重一点 因为左半边笔画比较稠密 每天的蜜这半边费量重一点,是不是啊 所以这半边大家一定要写紧凑啊 你千万不要,这本来这一半边 它笔画就稠密 如果你把蜜再写胖了,写大了 那毁了 那这个法文旁应该写成啥样能给它加入了,是不是啊 所以蜜这半边,大家一定要注意 写紧凑,尤其是肚子这一块 看见没有,把它给写紧凑,不要写大 不要给它写大了 这个,反文旁这里,这个钠伸出去 这个钠要伸出去 伸出去不说了 你还不能给它翘起来,对吧 你还得压住了 因为这边分量重 所以你这个钠还得压住了 你要不压住了这个字 你看它整个就是左重,右轻可能就这样了 是不是啊 左边重,右边有轻了 看见没有 所以呢,你看这个米在上半部分 你想把它给写紧 那你要注意 每天的美这半边,我们要先紧凑 给它收紧,然后横呢 横不要放得太长 放得太长的话 它可能,对吧 这边这半边重量可能会大一点 也不要这个美,不要斜得太狠 这个横 有人这样斜,对吧 斜得太夸张,那你看 这边就更显得重了,是不是 也不要放太长,你往外放 往外放,但不要放得太长 就是说你这个横 横放得不能有那长 对吧 那个那要比它稍微长一点 就往外放得更长一点 而且这个那是要压住 往下压住 往下来 不要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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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一翘起来 你就加不住这边美的重量了 注意没有 所以你要记 你可能把上面这个米 给它写稳 写平稳它 它要端端端端的 你感觉这样稳稳当当的 站在上面 一定不能斜 一斜就毁了 下面没有一个笔块 可以平衡它 把它再给它拽回来 这个下半边呢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要紧凑 要紧凑 因为有的同学啊 他下半部分 你看他写的收不紧 他就写的又扁又宽 这样的 尤其是你看 第一个撇着要这样 你看够扁了 他越斜越往外 这样 一个笔一个宽 他就这样写的 看见没有 上面一个这样 下面一个直的 也比它宽了一大截 不要这样写 你这样写 真的是要丑死了啊 这个字 你要想它写好看 不光上面要稳 上面你还得写宽 放开 下面呢 你还得写紧凑 它还得有这样一个对比 上宽下窄 你看 你下面如果再写着 这直筒子似的 上下一样宽 它还能好看吗 不好看 不漂亮啊 所以我们下面要紧凑 把它这个撇着 撇折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 你看一下啊 撇折 这样 往稍微往右下 清洁一点点 第二个撇折 你看看 要比它高 不是比它低啊 看到没有 有同学写着玩意 你看他就这样写 你看 比它低 那你在这里 不要这样写啊 它是这样的 你看 诶 诶 诶 这样 斜 斜 它是斜上方 在它的右上方 你看这样 那你看 是往外使地拉的吗 这样往这 什么时候开始折呢 你可以处理它 跟它一样长 你看 诶 给它对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点 看见没有 诶 这是我们放大的啊 看见没有 诶 你这里对齐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 叉 叉 那这个字肯定丑了 它肯定不觉得就不好看了 你这样处理 你看 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看 这边对齐 它让重心在一条线上 这一部分 这个小 它本来就是两边对称 对不对 基本上是两边对称 那你看 这样的话 你看 你看 你这个如果 你看你拉到这 对吧 诶 这两边分量可以差不多 如果说 你呢 且直 从这 再往这 斜 你看 这边就太重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得往这上升 这边短一点 你看 把这个重量往这个右边挪一点 看见没有 你要知道这个上下结构 我们上下的重心 要重叠在一条线上的 你看 要在这一条线上 看见没有 哎呀 重叠在一条线上呢 所以你上下 两部分的这个重心 你都得搞好它 都得写稳它 看见没有啊 哎 都给它弄协调了 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凡字的书写吧 这个字不简单 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凡字的书写啊 上下结构 从上往下书写啊 你看 注意细节啊 看撇 哎 你写出来 撇 然后你看横 这个撇不要拉太长啊 下面这个镁 你看 写紧错啊 写紧错 它本来的笔画就比较稠密 如果你要再写大写胖 上面可能就会太重了啊 这边就太重了 然后竖折这一部分 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折笔你可以处理成平的 总之不要写的太狠 可以没有 哎 这里一定要收紧啊 你看横 折 露出一点点就行了 不要露出太长 不管是这边的横 还是个小小竖 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收紧 你看点 这个 这一横你看 不要往外延伸的太多 这样 这边也是露一点点啊 然后点 可以没有 哎 这半边你看收紧啊 这脏的我又不擦了 大家看一下整体这个形态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一部分收紧横 不要往外放得太多 然后你看右半边 撇 这个 它两边是有错位的啊 这个 反弯旁的横 你别给它对齐啊 哎 要比它略低一点 你要对它对齐的话 它就不好了 你略低一点 会显得这里很紧凑 我看见没有啊 可以和这个美对齐啊 这个美的横折钩 哦 那个母的横折钩啊 母气的母的横 横折 这部分对齐 然后你看 这个皮啊 不能往外撇 你往外撇 它就胖 这个范围 所以你为了收紧 上半部分紧凑 收紧 这个皮往里靠 往里靠会显得紧凑 你看 从这儿起笔 你看一遍啊 从这儿 然后那 那可不能这样撬尾巴啊 要压下去 把整个字给它平衡住 哎 你看这样看的话 你看这个名 是不是写的就非常的端正了 对不对 即使没有下半部分 你看这个名 是不是看上去很端正 那我们来看下半部分啊 从这儿起笔 注意 写折 不要写大了啊 这很小 很紧凑的 你要知道 你下面要写紧凑 上面宽不是吗 对不对 哎 第二笔 你看 哎 是在它 右上方开始写的 你看 写折 到了啊 可以跟它对齐啊 可以跟它对齐 你不要往外延伸太多 在这儿就可以了 你看哈 哎 点 你看这一部分是不是就紧凑了 对不对 然后竖钩 要保证竖钩是整个字里面最低的部分 然后点 再来一点 看见没有 哎 这就是这个凡字的写法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上面一定要稳 这一部分要紧凑 你这个上宽下窄 这个对比要出来的 你看哈 这边要窄 然后 上面要宽 是不是啊 哎 好 我们这期视频 这个串子就讲到这里了 我看不着 我看不着 那边 我们这边 我看不着 我看不着